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阳光中我们深情亲吻 慢慢来这也太撩人了吧 来不及说我爱你中少儿不宜吻 钟翰良和李小冉不同场景不同姿势的吻戏攻略 真真实看得脸红心跳 其实说真的 吻戏真的是一门体力活 不管是女明星还是男明星 遇到会吻的还好的 比如钟翰良赵又婷这些 遇到不会吻的那就有点那个了 拍吻戏总会有一些尴尬的事情发生 比如说吻得丑 真的好心疼刘亦菲 这表情像是被猪啃了一样 果然至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这部戏的吻戏 就是靠着刘亦菲的言称起来 吴亦凡这吻戏真的是有待提高 有一些男星拍吻戏的时候还会伸出舌头 张铁灵跟陶红之前拍吻戏 强行背伸舌头 看陶红的表情似乎有点尴尬 但是只想把这一条感觉拍完 事实上由于工作原因 许多艺人经常要拍一些大尺度的吻戏 甚至是激情戏 而跟不同的艺人合作也会擦出不同的火花 甚至由于一个吻戏需要拍各个不同的角度 现场场面一度陷入尴尬 明星们该如何控场 究竟谁才是吻戏老司机 首先是男神收割机赵丽颖同学 与众多高颜值男星拍过无数吻戏的他 在回忆起影响最深刻的吻戏时 他的反应则是 鼠山战机和陈伟霆 陈伟霆他的反应则是 吻戏比打戏累 再来看看之前说 我不是小鲜肉的李玉峰 竟说自己拍吻戏拍到嘴软 并自爆在拍吻戏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舌头 有网友对于影视剧的吻戏 说出一些看法 我不知道吻戏的啥看头 一定要这样拍才行吗 八六版新游记 薰白娘子传奇 这两部戏 一个吻戏都没有 一个录点都没有 一样重播率最高 永远的经典 看看那些吻戏显得很庸俗 为啥要拍轻嘴的戏 我觉得毫无美感 我们看的是剧情演技 就恶心那些动不动就倾恨的剧 有些吻戏确实是剧情需要 要是能不拍吻戏 我相信艺人们也不会拒绝 虽然现在观众对镜头里的各种吻戏 已经形以为常 但对某些演员们来说 其挑战难度还是不小 明镜头 最后 lobo